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一位发明家 艺术家 也是一位思想者 他发明的《风快英文》曾在美国纽约举办客人发明创造艺术展 引起了世界的互动 他用《风快英文》书写的《联合国宪章》已经被联合国总部收藏 大家并且看到在这里首次展出的白蜜长军 世界和平万岁 是邓先生的极大城区者 你看他就开出从亚洲开始徐々展开 人类和古党的风气 风光和二百多著名地标建策 把世界一穷存赢都是一家人的思想 营作在白蜜里面 极限了人类向往自由 世界和平的思想 让大家收拾以后热烈的掌声给到他们 人类就是一个地球 人类也就是一家人 他想传达给大家的 他认为人类就是一个地球 人类也就是一家人 那么他想传达这个 人类就是一家人 地球直直直直的思想给全世界的人 所以他将他所有跨宗的思想 集中在了这一幕跨卷上 一百米的长卷 这是报告的大部分也见 一切割成的长卷 大家同时可以在他屏幕上 探讨邓先生正在推好作画的现场 一会儿的话 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几十座画出来的主意 这些都是几次的东西 是的 这些是能保持日期歌声的画作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也只有一些顶上个族 能够用这个长度 你接过吗 去台湾的时候还真的接过真机 哦 也真的 太好了 我只是听思误了 当然我还要说是谁来帮我们取得这个来源 要特别的感谢来自最新舞台的文和美的现场表演 是 来 我们掌声给到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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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可以没有发现 大家可以仔细看的话 可以没有发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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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乐的 给我们展示 白米长卷 世界合广万岁 真的合并 开玩笑 是的 合并非常地珍贵 对 也是因为她爱情的意义 是 好 现在邓先生即将结束 她的现场会话 好 我们要去感谢邓先生